招财尽宝,寓意美好,福到,财到,祝福到,跟着小船一起做福袋咯 准备饺子皮,我这个是从超市买的现成的饺子皮 菜板上刷油,每个饺子皮上也刷上油 为什么刷油啊 一会儿要上锅蒸这些饺子皮,防止它们粘到一起 哦 差不多五六张落在一起擀 擀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上面刷了油,饺子皮很滑 一面擀几下,就翻另一面擀 就在一面擀不好吗 这样上面的饺子皮会擀大,而下面的根本没擀到,会比较小 为了一样大还是两面擀吧 开水上锅蒸 蒸多长时间呀 五到八分钟就好 饺子皮蒸好了,我们来准备馅料 干蘑菇提前四到六个小时泡发 准备白菜胡萝卜 什么菜都成吧 是的,平时爱吃什么菜都可以放 做馅儿,这块也太庞大了点吧 一会儿用料理机打碎 如果愿意可以手工切碎 还是料理机来吧 腰果,核桃仁,料理机打碎 白菜,胡萝卜打碎 把浸泡了四到六个小时的干蘑菇洗干净 要多洗几遍哟,要不然你会尝到咯吱咯吱的声音 沙子是咯吱咯吱的 不然吱嘎吱嘎的 怎么都是沙子 豆腐和打好的蘑菇一起挤出水分 水分多了会咋样 馅儿里的水分多了不好包 但水分也不能太少 太少了就不好吃了 这个分寸要拿捏好 上锅,加油 将这些馅儿除了干果酥 最以外都炒一炒 馅儿还要炒 嗯,因为是素馅儿 炒锅会更香些 姜末煸出香味儿 放胡萝卜白菜馅儿 放豆腐蘑菇蘑菇 Weg 放豆腐、蘑菇馅 Carbon 再加入干裹碎 再来一点点香油 香油香啊多加点 香油是香 可加多了会腻的 哦 适量 削些芹菜绳 芹菜绳 一会儿系腹带用 我没有韭菜或是香菜 如果你有这两样 直接用水烫一下就能用了 削这个绳可要慢点 削粗了可以从中间披一下 这个更要慢慢来 热水烫一下让它变软 一会儿好记一些 哇塞 好像给我烤鸭的薄饼啊 薄如铲翼 开始包 包的手法没讲究 馅小点 花瓣就大点 馅大点 花瓣就小点 你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包 系芹菜绳 是别太用力了 它的韧性没那么好 加了狗蹄一点缀 学习如生呀 好看吧 再来包个有内容的 加了狗蹄一点缀 学习如生呀 哦 谁能吃到这个蔓越莓的 谁就更有福气哦 你们家有这个传统吗 一般都包什么在里边 请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 这边是人家长の街 我想像werk赫尔 口水 我只好画喔 就算帅上给自己的 家长的城市 做一个热帘 那么园 我会比较多了 也是很紫棚的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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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擅锅蒸三到五分钟就好 热的时候花瓣有点软 稍稍放凉一点花瓣就停了 炊热吃口感好哦 祝各位福气满满 吉祥平安